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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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們是雙兄弟我是伯伯 歡迎來到黃雙弟開箱頻道 夏日炎炎好想吃冰 但是不能出門怎麼辦呢 好想要來一碗雪花冰 但是叫外送來的時候都變成水了 這時候覺得想要在家裡面自己自製綿綿冰跟雪花冰 這時候只要把哥哥的房間改造成炮冰店 誒沒錯我們在主頻道也把哥哥的房間改造成冰店喔 一桌沒錯 全聯跟Toby所聯名推出的家電 復古風電動爆冰機 這個很屌欸超扯的 而且很漂亮 字面真的它都有一些就是很吸引了很誘人的圖片 重點是這台爆冰機啊 它標榜可以做出台式挫冰綿綿冰都可以 它的主體打開來會有 這一台東西 兩個製冰盒 使用說明書 還有一本小小的食譜 它是要接電使用的 一樣是110V 所以蠻安全的 絕對符合我們的店家 它不用三頭兩頭就夠了 這東西是有含刀片的 就是注意安全啊 然後我已經在昨天的時候製造出了冰塊 要做出好吃的爆冰和綿綿冰 一定要讓冰塊出來大約自然融化5到10分鐘 那我現在先去拿冰 我做了兩盒冰 一個是清水的 基本的清水冰塊 一個是牛奶冰塊 因為我想要製造出夜市綿綿冰 記得不要加到太滿 大概是7到8分滿就好 因為冰水這種東西在冷凍過程它會膨脹 讓你加到太滿頭的盒子會爆開來 我們要將爆冰盒從主機上取向 它的製冰那邊有寫一個粗跟細 這邊有一個卡榫 就是它可以切換 你要今天做細冰呢 還是今天做粗冰呢 它是會改變刀刃的角度 酷喔 它其實也可以放入一般的 我們那種方塊冰 就是我們製作出來的冰塊 但是在方塊冰的狀況下 就比較難製作出綿綿冰 就只能做出爆冰的口感 所以其實蠻方便的 你倒了一般的冰角 也可以開始使用 但是它有寫 它有些東西是不可以放的 例如啊市售的冰磚啊 或是使用商業製冰機 出出來的冰 冷凍水果也是不可以拿來爆的喔 故障物也不行 可是像是冷凍的果汁啊 牛奶啊 酸奶的冷凍品 含低酒精的冰塊 都可以放進去 主頻道那一集冰店 其實今天是同一天上線 那邊也有另一台 跟它長得不一樣的 可是它更加的日式 就是你在櫻桃小丸子 你會看到那個 的那種 其實它是電動 我打到我自己 喔 它是調那個刀刃的高度 越高的它就越 好像越粗吧 對 主機本身的話呢 是只能使用軟布 濕布去做擦拭 比較不能用一些 洗潔鏡啊 酒精啊 鐵刷等等的 然後也不可以直接對它熱水侵襲 以免它變色喔 它有一本很可愛的說明書 就是裡面有教你 該如何做出漂亮完美的包冰 我覺得很棒 後面也有 超可愛耶 因為頭皮冰是日本設計的 有些地方很細心 讓你覺得 冰至如歸的感覺 你要融化了沒啊 喔 它脫模了 你脫了嗎 牛奶比較難脫耶 脫了 它也脫了 好了各位我們可以開始來爆冰了 首先我要先去背一下爆冰出來的料 跟我一起去背料喔 廚房好熱 因為其實同時間呢 我也在拍進行別的開箱頻道的題材 那個是之後會出的 端午節粽子瓦城 大家一定要記得幫我們影片按下like 因為 所有東西都至食其力 自己來啦 好我要背料的東西呢 是哥哥喜歡的 焙糖珍珠 蝦露二殺 如果有黑糖更好 但我現在家裡沒有黑糖了 所以我會再加一點砂糖 不好意思不是一點 因為畢竟要吃這種東西了 我們就不要那麼在意 倒進去 能夠蓋過它就可以了 稍微澆一澆 我們要讓那個二殺融化 再補熱水進去 因為其實一定要夠熱 那個珍珠啊 它才會解凍 然後並且變成QQ的狀態 雖然它上面都說只要30秒 我們就沒有那麼短 這邊有我之前開箱過的那個草莓 我還有留一盒在身上 以及呢我還準備了蜂蜜跟煉乳 大家其實冰就是想要加什麼樣的配料 你們可以自己選擇啦 好我們去刷冰 好來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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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先爆個一般的刷冰好了 倒進去 我們這一碗呢來爆粗的爆冰 我們要確定把它卡好喔 碗放上去 各位你們準備好了嗎 我們要來爆冰囉 電子是這個 有有有它上面那個冰架去架出它了 太讚了吧 等一下 我們要學一下那個老闆 那個老闆就這樣 到底了到底了 一個冰盒可以刷出這樣子一碗 其實蠻大一碗的了 我覺得OK 它真的可以轉耶 這個 這個轉了會讓它那個架冰的收回去 然後因為我現在底下都已經剩碎冰了 它不讓我繼續打 所以安全機制做得蠻好的 因為你們知道這個空轉其實是比較危險的 有些人都沒有注意到 好現在馬上我們就調成細的 我們要來做雪花冰 這碗先放旁邊 下牛奶的冰塊 我們來做綿綿冰 下好了齁 下 沒了沒了 真的是綿綿冰耶 你看這兩個質地完全不一樣 它整個外觀的質地 各位你們看 等於說你做什麼果汁 做成冰磚 它就會變成這個樣子耶 草莓綿綿冰 你可以吃新鮮果實的草莓 不用吃果醬 我覺得呢 剉冰 就直接放黑糖珍珠好不好 而且在黑糖珍珠我之後還有加蜂蜜進去 整個美 各位 我們再淋一點蜜 因為我是用蜜蜂工坊的蜂蜜 好甜蜜喔 草莓煉乳 放上去 煉乳草莓 再淋上我們的最熟悉的雀巢煉乳 哪泥怎麼都是煉乳 屑屑 哥哥 來了 吃冰喔 好美喔 牛奶綿綿冰 配上我們的黑糖珍珠爆冰 那麼幸福喔 快來快來 弟弟很有自信喔 這從昨天我就準備到現在 珍珠黑糖 先吃吃看珍珠 珍珠的 你有沒有吃到冰 你有沒有吃到要連它那個碎冰 你知道它的冰做得很好 好香耶 你們看這個冰的質地 它是屬於這種 就是剉冰 冰筋型的 真的好像去剉冰店吃喔 好吃耶 不賴 它可以再甜一點點 這個比較像是那種 大塊一點點的剉冰 它的冰筋型態比較大 很喜歡烤烤的人 這個就很棒 我要吃那個綿綿冰 好綿喔 綿的跟什麼一樣 一樣 我覺得它比一般的綿綿冰 顆粒更大 所以這兩款就是比原本的那個冰更大 裡面可以吃得到一點冰筋感 但其實這兩款相比的話 它的結晶體還是比較少很多 這也太好吃了吧 對不對 好棒 好消滑 這碗很好吃耶 大家如果有綿綿冰爆冰機 所以你們一定要做牛奶的冰磚 搭煉乳 超爽 從沒有分 好開心喔 幸福地用 而且我是用純牛奶 我沒有加半點糖 自己在家裡防疫期間做冰消暑 我沒有可以節能省 但不要開太強的冷氣 這個直接拆下去暑氣全消 你又把我牛奶用掉 然後這一台的話 它一樣在全聯做兌換的 它市價是2690元 然後限量是2000台 蠻值得的耶 用買也划算啦 對啊2690元 因為很多家長都說 啊 孩子都在家裡 因為現在防疫期間 大家就是停課 然後再加上網課 然後什麼事情可以做 我覺得可以多買一些手做的東西 全家一起玩 真敬感情 以上就是今天夏日延年 不少你們在家防疫 會做什麼樣消暑的活動呢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 讓我們知道喔 讓我歡迎收看小朋友 記得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鈴鐺喔 也可以追蹤我們的Facebook 跟IG跟哥哥 所有的生活景況 在上面分享給你 歡迎你下次見 掰掰 謝謝 謝謝 謝謝